今天我们来聊聊 平时较少谈到 而又有趣的话题 2023年7月22日 薛之谦演唱会在合肥举办 现场挤满了超过5万名观众 在例行的互动环节 导播镜头给到了 坐在HVIP作席第一排的四个人 小杨哥 大杨哥 以及两人的夫人 全场观众马上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掌声 薛之谦更是用夸张的语气 跟一家人问好 并热络地称两位夫人为嫂子 尽管她要比95后的大小杨哥 年长十几岁 明面上是两大流量的商业互蹭 底子里是老一代明星 像新一代网红的拜码头 而2023年的小杨哥 似乎的确配得上这种致敬 不但全网粉丝突破一亿 还豪至1.03亿在合肥买楼 更是有几乎半个中国的娱乐圈 都涌进了她的直播间 从柳妍到汪峰 从王宝强到谷天乐 阵容足以排两台春晚 这离她2016年拍榨墨水的搞笑视频 仅过去7年 而离她2018年入驻抖音 也只过去5年 但跟之前很多顶流网红一样 小杨哥之后的轨迹 似乎也没逃脱历史周期律 仅仅过了一年 一场爆发在小杨哥和辛巴之间的 撕逼大战 拉开了一场猝不及防的塌房序幕 争吵的对象也从大闸蟹 白牌月饼一路翻到草头肉 假茅台 三无吹风机等陈年旧账 持续激发着吃瓜群众的热情 这场隔空对战 又引发了一系列破窗效应 从消失的女主播 再到伪造的录音门 有人针锋相对 有人浑水摸鱼 令小杨哥遭遇了成名以来 最大的一次信任危机 昔日直播间的家人们 也失去了助威的动力 围观的群众更是热闹 不嫌事儿大 其中一条热评 很能体现此刻的舆论水位 看到小杨哥哭了 我也哭了 真怕他这次又挺过去了 这场风波 最终以三只羊被罚款 6894.91万和停业整顿 而告一段落 从表面上看 这又是一场 起高楼宴宾客楼塌了的 传统三幕剧 又是一起 对网红翻车案例库的补充 人们早已司空见惯 三个月后 舆论就会迎来新的案例 不用等三个月 两千多万粉丝的东北瑜姐 好像已经在排队了 但这种解读 只停留在了表面 其实从《海迈之王》的 MC天佑开始 一波又一波的网红 踏中了直播和短视频的风口 钻过了这个时代 所剩不多的缝隙 实现人生的逆袭 小杨哥不是第一个 钻过缝隙的人 也不是最后一个 他们的背后 是中国草根阶层 近20年来最大的一次阶层跃迁 但在短暂领略山顶的风景后 这些网红又纷纷败给了 自身的局限性 在社会的审视下 素朽 只有少数人通过了 社会主流体系的规训 最终被接纳上岸 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证明了 越是打破 主流利益格局的逆袭 越是需要尽快融入 主流利益格局 否则必将连本带利地 回土一切 在这次改变无数人命运的逆袭背后 隐藏了一套运行了上千年的阶层 跃迁密码 树评界有一句暴论 专科以上学历的 干不好直播 事实也确实如此 在董宇辉崛起之前 头部主播的学历里 连本科两个字都难找 小杨哥大专文凭 威亚高中毕业 辛巴从初中就开始辍学 李佳琪虽然考上过南昌大学 但提前离校只能算一业 而在快手 斗鱼和歪歪等平台上 十个主播凑不出三张 高中毕业证的情况比比皆是 当然需要强调的是 没文凭不等于没文化 学历低不等于能力低 事实上 能在流量赛道砍杀出来 仅靠路子野 下线低和脸皮厚 是远远不够的 短视频和直播的观众 是社会群体的大多数 主播吸粉靠的是 亲近感和接地气 颜值 情商 才艺 嘴皮子和整活能力 才是核心竞争力 做题则不是 从另一个角度说 在一个本科率 只有6%的国家里 专科以下学历 才是社会的最大公约数 如果仔细审视 小杨哥与辛巴大战的两个主角 就会发现 他们像是同一个母字 刻出来的两个人 小杨哥大专毕业 老家是安徽或秋仙 父母常年外出务工 自小跟着爷爷奶奶 在乡下做留守儿童 辛巴初中辍学 老家是黑龙江通河县 父母都是贫寒农民 在一个四面漏风的仓库里 生下了他 小杨哥兄弟俩上初中时 为了省下早饭钱 常常五点钟起床煮饭吃 然后骑着自行车 赶六七公里的路去上学 中午再骑回家吃饭 省三块钱午餐费 而比小杨哥大五岁的辛巴 十岁时才穿上 自己第一套新衣服 初中辍学后 办过水果店 开过挖掘机 卖过纸尿裤 在日本打工 甚至被逮捕过 说的残酷点 当他们步入青年时代时 已经是2015年之后了 时代没给底层留下太多的缝隙 但一场新的阶层跃迁浪潮 又的的确确在2015年后的中国发生了 短视频加直播 不仅拖起了新选和三只羊 也成为了中国过去五年底层逆袭的最大风口 就像快手网红小依依靠着社会窑 买了劳斯莱斯 收集库里男碎片 既是一个略带传奇色彩的网络梗 更是网红群体逆天改命的真实写照 在古典互联网时期 网红多诞生在专业领域 诀窍在于标新利益与先锋意味 有精英阶层出身的韩寒 郭敬明 安妮宝贝 穆子美 罗永浩等 也有素人出身的芙蓉姐姐 凤姐 希丽哥 后社男生等等 但暴红与暴富的因果不明 缺乏成熟的变现路径 更多满足的是主流社会的猎奇心理 而在移动互联网 进入井喷期的2015年之后 家人老铁在千元智能机面前迅速集结 网红在农村包围城市的下沉叙事中 反客为主 天佑喊麦 温婉跳舞 散打歌刷钱 排排其社会摇 傲力给魔性打气 丢歌土味怪叫 启发剂的背后 应验的是 一人给我一块钱的月声叙事 快手CEO程一笑就说过 短视频不为明星大V而存在 就是希望可以连接社会上被忽略的大多数 英雄莫问出处的行业氛围下 依托吃播 喊卖 剧情 擦边 点评 抽象 几大流派 数评中不断涌现周期短暂 却各领风骚的草根群像 相比于影视明星需要接地气 短视频网红从一开始就长在土里 喊麦之王天佑 卖过闸串 跳过街舞 倒腾过二手车 台球厅陪过客 网吧收过银 美妆一哥李佳琪 在南昌欧莱雅当了三年贵员 直播一姐薇亚 卖过女装 经过女团 当过模特 古风网红李子柒 淘宝开过铺 夜店打过碟 据说见过龙的主播帝师 原始积累 是风水和佛牌 快手主播二驴 做过烟酒批发 当过健身教练 卖过鱿鱼 最初拍搞笑段子走红 坚靠约架吸引人气 口号是风里雨里 高速路口等你 周相教主一哥带篮子 第一份工作是保安 毕业于专科双一流 大专小清华的广东 清工职业技术学院 凭借在直播中碰瓷名笑声 蓝粉无数 座右明示 虽然是下水道的老鼠 也要抬头看天 土味网红Gil哥 种地 进场 卖水果时一事无成 却因一句 一给我李Gil 红遍树凭借 被传去上海参加音乐节 在台上Gil了两个小时 这个农家小伙 爆火后很快买房买车 将乌鸣正来的流量变现 现在每天在直播间里 讲成功学鸡汤 变身人生导师 展亚鹏 拉开抖音 或者快手粉丝量 前100的网红或主播 大部分人 都是同样的经历 他们的群众基础 来自他们过过苦日子 也来自他们的粉丝 不仅过过苦日子 而且还正在过苦日子 就像MC天佑 一位做服务员的粉丝 形容的那样 白天端盘子 总得给人装孙子 晚上看直播 跟着老大出去埋态人 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 显然 一生生家人们 成了原子社会里 一季季年和季 在1.8亿主播 纳入就业率的今天 人社部正式增设了 网络主播 为国家新职业 其中既有素质感人 根正苗红 得天独厚的地煞 也有放低身段 深入群众 扮猪吃虎的天纲 而这一庞大的新生群体中 头部主播的出身学历 大都比较低下 无权无势 无背景 白手起家一条路 疯狂小羊哥也是一样 其成功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因素 土味段子出圈 搞笑剧情爆火 又赶上合肥模式 对本地电商的绿灯扶持 从2022年起 三只羊每年贡献 两亿以上的纳税额 这等纳税大户 合肥全市也不到40家 你可以觉得 大小羊不像老板 却不能忽略 他们在给英界升开工资 过去40年 普通中国人有7次改变命运的机遇 而短视频和直播属于第8次 这7次机遇 他们分别是 恢复高考 乡镇企业 双轨套利 九二下海 资源狂潮 房地产崛起和互联网 每一次机遇 都意味着至少数百万人群的阶层跨越 是在中国高速增长的贝塔上 叠加出来的阿尔法机会 但除了高考 这跟社会通用的管道之外 其他6次机遇的含草量并不高 更多是精英阶层群体内部的阶层调换 双轨 下海 资源 房地产这些关系密集型机遇自不代言 联互联网老板也极少是纯草根出身 他们要么本身家庭就是精英阶层 如马云 马化腾 王兴 张一鸣 要么通过高考 已经跳离草根 比如李彦宏 刘强东 黄征 只有直播和短视频 草根的含量最高 但给它带来最弱性的 也恰恰是这一点 先打破 后融入 寄存的利益格局 在全世界的历史上 都是一道不容易过的关 封建王朝的中国 商人排在市农工商的末尾 发财后第一时间先捐个官室基本操作 工业革命前的英国 土地是政治权力分配的基石 富可敌国的贸易家 仍然可求一座唐顿庄园 即使在没有太多历史包袱的美国 盖茨比这样的new money 想要挤进纽约老钱的圈子 仍然是痴心妄想 而依靠短视频和直播崛起的草根网红们 面对一个由精英阶层跨驱而至的世界 得到的凝视和质疑只会更大 尤其是直播和短视频的驱动力 很多来自于亚文化领域 传导逻辑并非自上而下 辐射的群体也主要是草根阶层 很多事物精英阶层不仅没听说过 而且往往也看不懂 在精英媒体对草根网红的俯瞰之下 我们能从字里行间嗅到一种猎奇之外的危险 何涛在GQ上发表的喊卖之王 让很多五环内读者第一次认识了 这个在学校门口卖闸串 交谈时不停变换坐姿 来缓解痔疮这个职业病的歌手 而经书给人物杂志写的那篇《金黄旁麦郎》 把一个根线时格格不入的傻根呈现在眼前 那张布满皮线、指甲和花生皮的被单 令人印象深刻 而X博士的那篇《残酷底层物语》 一个视频软件里的中国农村 是对快手草创时期网红的像素及测写 文章把一些农村用户上传的自虐等极端行为展现出来 令人瞠目结舌 很快就刷平了北上广深的朋友圈 并引发了这是否能代表中国农村的巨大的争议 最后文章消失不见 精英阶层固然有偏见 但在另一方面 草根网红群体又给这种偏见源源不断地带来新的素材 过去的这些年里 倒下的网红千千万万 比如天佑涉毒 威亚偷税 老葛炒作 秀才诈骗 二驴低俗 卢本伪骂粉 小团团赌博 张大义插足 网红全星炫富 排排其色情暴力 陈一发调侃国难 这些五花八门的他访理由 有的是违背公序良俗 有的则是涉及了违法犯罪 网络平台在原始积累阶段 鼓励英雄不问出身 不告水智轻则无余 可视为招兵买马 招贤纳士 招财尽宝的策略 平台的所谓宽容 不过是有实现的权宜之计 但当网红们获取社会影响力之后 对他们的要求 必然会提高到社会平均水平之上 但大部分网红都没及时意识到这一点 洗涤掉身上的污垢 只是网红们要补的第一课 对于像李佳琪 小杨哥 新巴这种想把事业做大 做强的网红来说 他们还需要一个关键的转变 从草台班子的个体户 到不能有短板的企业家 体现在内部经营层面 就是需要更加严格 和谨慎的财务 法务 税务 PR JR等方面的投资 这对很多网红来说 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换句话说 草根网红成名之后 其实更要向社会主流的架构来靠拢 这也是一种上岸 在《亲人笔记》里 上岸一词原本是花船女子 从梁雅称 从梁契机大抵两条 一是钱正够了 二是船上危险 秦怀八燕 在晚明是佳话 到了乾隆时期 就赶上整治无序扩张 司机转入地下 官机直接清零 可见合法与否 自己说了不算 佛家讲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 倒是都能连上 不光《水浒传》 讲了早谋出路的紧迫性 革命题材电视剧《历史的天空》 也有现成的一段 张峰义饰演的江大牙 由于参军前的流氓习气 被正宫干部主张枪毙 只有李雪健饰演的司令 认为江大牙虽然根子不干净 但尚未时局出力 不宜一棍子打死 而要提醒鞭策 观其后效 然而俗话说得好 躲得了初一 躲不了十五 就像剧中的主人公 躲过了根据地肃反 却避不开十年浩劫 杀威棒可能迟到 但不会缺席 所以要想上岸 就得够快 够稳 够自觉 要么不声不响地完成蜕变 要么大张旗鼓宣誓告别救我 当然最重要的是提前布局 而不是临时抱佛脚 这就好比开战前主动归附 叫起义 打不下去才脚枪 叫投诚 看上去时间没差多少 可一个铁定能进淮仁堂 一个却搞不好要去趟功德林 正因如此 大网红履历中 除了企业家的头衔 以入边 扶贫 公益 助农为代表的社会活动 成为新增项目的重中之重 如李佳琪是上海市青莲委员 和浦东人大代表 张雪峰是江苏省人大代表 散打歌是广东省爱心扶贫助农大使 威亚也曾担任全国青莲委员 与三八红旗手 看过西游记的人都知道 取经路上有后台的妖怪 闯了祸立刻会被接走 没后台的黄石精 食物都靠采买 也难逃八皮抽筋 有个段子形容 四大名著的尽头都是编制 西游记是对编制的期待 水浒传是对编制的妥协 三国演绎是对编制的争夺 《红楼梦》是失去编制的凄凉 人无远虑必有尽忧 不光网红渴望朝安 上岸学在其他领域早已比比皆是 体制内运动员拿完金牌就想混学历 挂职称 唱跳出身的偶像团体练习生 要进演艺圈当演员 综艺卡想转型电视剧 演电视剧的想专注演电影 入演现场 你夸一个偶像派艺人是演员 他恨不得激动地哭出来 甚至那些精英出身的网红 也大都会在成名后 主动在传统主流架构中寻找位置 比如初代现象级短视频博主 咖皮匠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 是标准的精英阶层 在成名后 他并没有跟风去搞直播和带货 反而在孜孜不倦地尝试回到影视这个圈子 在参演的多部电影成绩都不尽如人意之后 王家为繁花里灵红一绝 最终让他有了网红之外的另一个身份 在野狼disco 李画龙画彩虹的宝石老旧 悄然皈依东北文学 脱口而出示孩子的诗句 以读书人自居的董宇辉 通过频繁地跟大师访谈 来增强自己身上有文化的标签 在万万没想到里 饰演王大锤的白客 努力多年终于跻身大荧幕 而靠屌丝难事成名的大鹏 现在已是全国知名导演 当然也有一些旁人难以复制的上岸手法 比如在长征的路上开超市 如果从上岸角度来看小杨哥 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 他想上但有没有真的上 三只羊立足于合肥 毕竟每年是纳税大户 因此G2工作看起来也有模有样 但对于最重要的组织建设 三只羊却仍然像一个草台班子 尤其是大小羊哥的合伙人卢文静 本来应该是藏身幕后 给三只羊保驾护航的关键人物 但最终自己走向前台 成了一根自然的导火索 不断引爆舆情 没有合格的职业经理人 没有重要的资本加持 没有长远的团队建设 没有应对舆情的合理思路 如当场举报 辛巴直播间让大闸蟹下架 而不是事后找品牌兑现 完全江湖做派 再比如录音门事件 几个老板还没发话 主播直接跳出来发公告 玄机又撤回 这些操作都难言专业 小羊哥发达是在抖音 发迹却是在快手 哪怕做上抖音头把交椅 人快手未到纯正 尤其从打法来看 无论是充满套路的剧本演绎 切片分销的人海战术 串联明星的流量炒作 图败师的江湖风格 还是师徒互捧的MCN矩阵 虽然很有效 但从里面无法看出一个 现代企业的组织和合规能力 相比之下 小羊哥那些经历过 大浪逃杀的同行们 更懂得如何运作这门生意 比如罗永浩虽然学历也不高 但新东方的工作履历 和出圈的老罗语录 足以让他跻身京城的精英圈层 后续折腾牛博网 更是广结传媒和文化圈的人脉 即使后来他创业多次遭遇挫折 但期间对舆论传播的精准把控 以及台前幕后诸多老朋友的助力 是一般主播或者短视频明星 无法企及的 另一个案例是李佳琪 虽然李佳琪也是草根出身 但背后除了老板七振波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 股东和经资本的创始人熊三木 熊三木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曾就职于解放日报 庙堂和江湖的人脉都继身且厚 帮美万公司引进了很多关键的PR GR人才也协助处理过不少重大危机 这些背后的功夫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网红归根结底 是一门一见清零的生意 网红职业的特殊性 要求所谓的主理人必须保持零污点 可很多网红由于成名过快 对靠拢缺乏紧迫感 对合规缺乏敬畏心 对规讯缺乏自觉性 很快就输给了自己的人性 他房的无数主播已是前车之鉴 即使是一路谨慎的李佳琪 也避免不了因一句话而差点他房 短视频加直播带动的 这第八次造福神话 和前面七次类似的是 一部分先赋群体的收入 权力与声望 在资源重新整合的过程中 出现了错位 但与之前最大的不同 民众对网红主播的 得不配位的问题 尤为难以容忍 因此那些经久不衰的网红 背后无不都在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有句话讲 网红通常只有两个归宿 一个是过气 另一个是消失 比如三只羊头顶弦的 那把达摩克利斯支箭 其实都是小羊哥 大羊哥们自己递过去的 对其形成围角之势的 并非对手或观众 而是原生环境 与早年经历形成的回旋标 在一个社会严格环视的 商业形态里 你做不到了断就我 做不到拥抱主流 就一定会有翻车的那一天 而流量的塔尖 永远属于下一轮 破土而出的草莽 就在小羊哥掉粉之际 一个名为K总的抽象主播 立马不畏 这个毕业于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曾在美容院酒吧打工 做过游戏陪玩的年轻人 凭借独特的风格 一个月涨粉1006万 没有网红能永远年轻 但永远有年轻的网红 能围剿小羊哥的 只有小羊哥自己 而能取代小羊哥的 一定是一个 更速通版本的小羊哥 请稍后